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小组已经向理解量子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经典世界的界线脉 出了关键的一步,研究人员已经研究了一种油光构成的骨棒,能是一个微小的骨振动,同时保持静止 量子力学真的很奇怪,物体可以像粒子和波一样运动,同时可以同时在这里和那里 不是我们的常识,这种违反直觉的行为通常局限于微观邻居 而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这种行为呢? 现在,一个研究小组已经开发出一种新技术,可以在肉眼可见的小圆筒的运动中产生这种量子行为 他们的研究细节今天发表在新物理大致上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量子测量实验室的项目,首席研究员米加勒·凡纳博士说 这样的系统为强大的新量子,增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 比如超级密传感器和新型传感器,令人兴奋的是 这个研究方向也将使我们能够通过观察量子叠加在大尺度上的表现,来测试量子力学的基本极限 机械振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比如那些从鼓中发出声音的振动,用鼓吹敲鼓,使它快速上下移动,产生我们听到的声音 在量子世界里,不可以振动,同时禁止 然而,产生这样的量子运动,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工程量子系统中心的昆士兰大学的马丁林宝尔博士是该项目的主要作者 他说,你需要一种特殊的古道,用我们的小圆筒来制造这样的量子振动 今年来,量子光学技术的新兴领域,在量子鼓的目标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即光作为一种古典,然而,许多挑战仍然存在 因此,作者的研究采用了非传统的方法 林道尔博士继续说,我们采用了光学量子计算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演奏量子鼓 我们使用了一种单粒子的光光子测量方法,来调整鼓吹的性能 在那里,鼓震动,同时禁止 这些实验首次对机械干涉调完进行了观测 这是该领域的关键一步 在实验中,由于热造声边缘处于经典水平 但由于这一成功,团队正在努力改建他们的技术 并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进行实验 在那里,量子力学与锦江占主导地位 这些未来的实验可能揭示出量子力学的新复杂性 甚至可能有助于照亮连接量子世界和演义物理学的理论之路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